嗨,大家好,我是下翻电影,用文字和光影照亮屏幕前的你 下翻电影恢复更新了,谢谢大家的耐心等待 今天的主人公是日本当代女神的代表性人物 她长得很漂亮,时常打扮的也很性感 但不会给人色情的感觉 她像一朵纯洁的雪莲花一样,一直在日本的演艺界摇曳着 她塑造过众多的精彩角色,但人们还是只记住了她的颜值,忽略了她的演技 所以从去年就开始尝试转型,拍了一部特别猛的现实主义的文艺电影 但是口碑依然被她的颜值所牵绊 她就是一直想甩掉女神帽子的女神,长泽雅美 最近我组织了微信聊天群,想进群聊聊的同志们,请关注视频简介 我把微信号留在那里 长泽雅美,1987年6月3日出生于日本竞刚显盘天市 今年33岁,日本影视女演员、模特、歌手、配音演员 坚韧各类宅男的梦中情人,毕业于绝阅高级中学 演艺行业的开始是12岁时,她参加了第五回东报灰姑娘比赛 2000年1月9日,长泽雅美从35153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被选为最优秀赏 并从此加入到了艺能界,参加的原因也很有意思 因为朋友的母亲正在看报纸,正好有这个活动 所以就串着和自己儿子一起玩过家家的长泽雅美去试试 结果试试就试试,试出一个国民级女神来 长泽雅美的爹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 曾经是日本足球的主力中场,长泽和鸣 曾是竞刚盘田喜悦足球队敌人足球练 现在是松平大学足球队的教练 说一个浪漫但是很侥幸的事 因为爸爸是踢足球的 所以麻将从小就跟另外一位足球明星中山雅史认识 两人算得上是青梅竹马 同时中山雅史也答应过要娶长泽雅美为妻 后来不了了之了,幸好不了了之了 长泽雅美主演或参演的电影电视剧太多了 同时她的演艺经历也是非常的丰富 都说完了得明天了 我挑一些我喜欢的作品跟大家分享 她2000年出演人生的处女作 科幻电影走火入魔 正日踏入演艺界 之后 2001年 长泽雅美成为青少年杂志不认识看字幕的专属模特 长泽雅美从出道至今共出了9本写真集 如果各位朋友感兴趣可以网上搜搜 写真集记录它从少女变成了中年女性的完整过程 2003年凭借喜剧电影《机器人竞赛》获得了第27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新人奖 2004年5月8日与《大则龙夫》《柴奇姓》《森山未来》等联媚主演的纯爱电影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上映 成达雅美在片中饰演了不幸患了急性白白病的美少女《广来鸭记》 凭借着该角色获得了第28届日本电影学院奖 第47届日本电影《兰斯带》奖最佳女配角奖 2005年主演运动爱情电影《棒球云豪》 饰演漫画中的小男浅仓男的角色 同年搭档欺负木聪主演的爱情电影《泪光闪闪》在日本上映 长达雅美凭借该片获得了第30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同年与小泉金日子、提真一等联合出演的动作剧《水尔福》以鞠肝腔首映 长达雅美除了主演女主角外 还以剧中角色《星拳》的名义发表了同名主题歌 2007年主演纯爱剧《求婚大夺战》 这部电影作为初代偶像剧的代表 或多或少影响了很多年轻人 2001年5月7日 与小丽巡、朵朵木《藏之界》、《杜布竹郎》等合作主演的剧情片 《月!冰封救援》上映 长达雅美饰演北部警察署 山岳救援队配备的新人追名久美 该角色获得了第54届日本电影《蓝丝带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同年主演爱情喜剧片《桃花期》 长达雅美饰演拥有杀手级可爱笑容的杂志编辑《松维美游记》 由此获得了第54届日本电影《蓝丝带奖》最佳女主角奖 并入围了第35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女主角奖 2012年 凭借侦探剧《都市传说之女》 获得第73届日剧学院上最佳女主角奖 2014年主演灾难爱情片《太平伦上》 从此之后开始和中国的导演们进行合作 2015年 凭借剧情片《海街日记》 获得第70届日本每日硬化大奖最佳女配举奖 2017年 凭借科幻悬疑片《散布的侵略者》 获得第41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2018年 凭借悬疑喜剧《行遍天下这批》 获得第97届日剧学院奖最佳女主角奖 接下来我说说对于长德雅美的个人看法 长德雅美长得好看 加上笑容清纯有感染力 所以迅速的在日本的文艺界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通过不懈的努力 也收获了她想要的成就 巩固了自己在观众心中的位置 但是靠脸吃饭是一把双刃剑 长德雅美在今年也同样陷入了无法突破自己在观众心目中刻板印象的怪圈 我用几部她的作品举例 长德雅美近些年凭借这批《行遍天下》又一次在日本大火 在日本收视率第一编剧的古则梁泰的剧本加持下 她所扮演的杂子、俏皮、聪慧、有胜负心 在一定程度上把长德雅美的演艺视线推向了一个小高峰 可以从众多的续作就可以看出观众们是非常认可这部电视剧的 但是问题也随之来了 随着编剧创夺力的枯竭和搭档东出昌大的出事 这部电视剧和衍生剧集也渐渐走向了末路 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古则梁泰绝对是日本编剧界的鬼才 她编剧的作品这几年一直在日历明信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前几年大热的《圣离集容易》和《若干记相伴》都是她的作品 但是呢,古则梁泰虽然是剧作鬼才 可是在她的作品中,女性几乎都是一个样子 傻白甜,有毅力,古灵精怪 这当然不是错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女性的模样 但是这种性格的女性放在女演员身上就略显有些狭隘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感觉 如果把《心严结衣》放在这批情变天下里 或者把《长达雅美》放在《胜利提争役》中 人物也都是成立的 如果连看这几部剧 会有俩人就是同一个人的恍惚错觉 当然,前提是这俩人从长相到风格都很类似 继承了日剧中传统的小妞范儿的风格 第二,年龄的原因 今年长达雅美33岁 当然年龄不大 但是已经趋近于成熟 在《长达雅美》28岁前 她的表演体系怎么演都是对的 但是慢慢进入了中年 就多少有些局限性了 麻将的问题可能是亚洲著名女演员们的通病 20岁扮演20岁 40岁还要扮演20岁 因为毕竟关于中年女性题材的剧不是那么多 就算有 也没有演绎青春清喜剧剧的反响大 说到这里 其实会引出接下来的话题关于转型 我在长达雅美2018年的简面饭店中 真的能感受到她对自己演员角色定位上的一些挣扎 在这部电影中把它设定为一个职场人 其实导演是有技巧的模糊掉了麻将的年龄 但是麻将这个年龄上不上下不下 还没到徐娘半老的年纪 但是又过了青春靓丽的年华 所以一些关于剧中人山岸上美美的表现上 就多少有那么一点点尴尬 加上2018年不知是不是彻底的放回了自我 抑或是生病了还在调养阶段 麻将遇到了中年女性的另外一个问题 发福了 所以这部电影虽然是东野贵物的小说改编 又有脑洞导演林木雅之 和万年轻木村脱胎大帅叔的加持 麻将的演技都不可避免的暴露了一点点问题 但是话说回来 关于年龄和表演风格再带调整 长达雅美还是长达雅美 丝毫不能动摇她在众多人心中 日本敌女神的位置 包括我 我想长达雅美一定也意识到了转型的问题 所以2020年接拍了近几年 日本少有的大猛片《母亲》 这部影片也是我想给各位看官安利的电影 没人能想到 长达雅美还可以扮演一个私生活混乱 沉迷于酒精和赌博的角色 在电影中 长达雅美大部分的镜头都是不带装的 就是真实的模样 悲剧底部的故事 固定的长镜头 有爆发感的表演 和在日本电影中罕见的不是愉快结尾的剧情 都是我认为2020年日本最佳电影之一 这部电影在我认为 一定是长达雅美有意为之的转型之作 她牺牲了自己的色相 希望用演技打开另外一条北岸之路 有别于之前小妞饭和傻白甜的风格 就我个人而言 我认为是成功的 虽然日本电影评论家们 对于这部电影有着巨大的争议 扁大鱼包 我没有因为麻将在电影中不化妆 就对她的眼失去了兴趣 也没有因为她扮演的渣妈而失望 有意思的是 母亲上映时 麻将的另外一部电影 这批行半天下公主片 也马上上映了 这两部电影可以说是表演风格的两个极端 大家如果感兴趣都可以找出来看一看 最后我想说一点 在我导演的职业生涯中 一点点个人的感受 有哪个演员不想成为艺术家呢 成为艺术家意味着要放弃一些固有东西 在特定的年龄阶段下 搭下一层皮 获得新的生命 这个过程特别的痛苦和挣扎 最大的不确定性 就是有决心生化自己的演艺之路 也不一定获得成功 但是不去努力 哪说的准是不是可以获得更大的进步呢 最后的最后 有一点点私货 我的新电影 已经通过了电影局的审核 获得了拍摄许可证 但是在找演员的这个阶段 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新电影讲的是一个中国女人 在日本生活了15年 最后嫁给了一个日本男人 在跨国的婚姻中 由于文化和民族的差异 使得女主角在生育第二个孩子时 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愚症 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丈夫的爱 战胜了病魔 获得了重生 这是一部有力量 同时具有商业气质的文艺电影 我还没有什么路子 可以接触到中年演技在线 想往艺术家道路上 努力一把中年的著名女演员 如果哪位是中年女演员的经纪人 或者是电影公司工作的工作人员 对我的新剧本感兴趣 可以微信联系我 我的微信就在剪辑栏里 香港台湾的女演员我也没意见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艺术一把 拍点好的电影 用电影的力量影响一些人 帮助一些人 好了 大家看到这里 可以发现 我对于下发电影这个栏目 进行了改版 没有那么多废话了 多聊点干活和跟人感受 希望新的风格大家可以喜欢 我是下发电影 艺术永垂 电影不小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